出现这十个糖尿病的早期症状是身体在报警了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目前中国约有1.3亿糖尿病患者 已稳坐全球糖尿病第一大国 而且这一数据还在不断增加 以下是糖尿病高危人群 您在其中吗 一、年龄大于等于40岁 二、超重与肥胖 三、高血压 四、血脂异常 五、静坐生活方式 六、糖尿病家族史 七、妊娠糖尿病史 八、吸烟、酗酒、生活不规律 九、巨大儿 出生体重大于等于4000克生育史 以下属于糖尿病的极高危人群 也就是糖尿病前期 6.1毫米OL小于等于空腹血糖 FBG7.0毫米OL 或7.8毫米OL小于等于糖负荷两小时血糖 RHPG11.1毫米OL为糖调节受损 属于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 及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以血糖升高为特征的代谢病 糖尿病的典型症状是三多亿少 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 出现糖尿病典型症状并符合以下任何一个条件的人 可以诊断为糖尿病 一、一天中任意时间血糖大于等于11.1毫米OL 二、空腹血糖水平大于等于7.0毫米OL 三、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2小时 血糖水平大于等于11.1毫米OL 以下是糖尿病早期十大症状 千万不要忽视 一、多尿 糖尿病患者机体内食物转化为糖的效率下降 导致血液中糖含量升高 身体为了保护自己 不得不通过尿液排出多余糖分 致使尿量明显增多 二、口渴 排尿增加会导致口干舌燥 这时不要用含糖饮料解渴 以免增加血液中糖含量加重病情 三、体重略减轻 超重是糖尿病的危险因素 体重略减轻听起来似乎并非糖尿病的标志 其实糖尿病引起体重略减轻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部分水分从尿液中排出 二是排尿频繁也会带走一些热量 四、虚弱和饥饿感 高血糖意味着身体调节血糖出现了问题 如果吃了高碳水化合物食物如精米和白面 胰岛素会升高引起血糖迅速下降 这会使人感到虚弱 进而渴望获取更多碳水化合物导致恶性循环 五、持续疲劳感 持续疲劳是一个重要征兆 这可能意味着吃的食物没有分解或被细胞利用 由于机体没有得到所需要的能量就会很累 二型糖尿病患者随着一段时间内血糖水平的升高 这些症状往往出现较慢 六、喜怒无常 脾气暴躁 血糖异常时会感觉不舒服 可能变得更加暴躁 事实上高血糖还可能出现抑郁症状 如觉得很累 不喜欢做事情 不想外出 只想睡觉 七、失误模糊 在糖尿病的早期阶段 因为葡萄糖在眼睛积聚 暂时改变其形状 导致眼睛不能聚焦 在血糖稳定下来后 约六至八周 失误模糊症状就会消失 眼睛也会自动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 糖尿病早期的此症状 多不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八、伤口愈合慢 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升高 免疫功能下降 导致身体自愈能力减弱 九、脚发麻 血糖浓度升高后 可能出现轻度神经损伤 引起双脚麻木 十、更容易发生尿路和酵母菌感染 尿路和咽道糖水平升高 将成为细菌和酵母感染的温床 要警惕反复感染 糖尿病是现代人常见的疾病 早发现疾病 尽快治疗 大多数患者都能得到较好的控制 下面介绍的这十个征兆 不容忽视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无来由的体重骤降情形 也许减重听起来好像是大家都想要的 但如果是短时间内没有特殊原因 突然减了4.5公斤以上的体重 就有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讯 二、视线模糊情形 常见的糖尿病症状就是视线模糊或有非纹症 视线模糊是折射问题 当血液中血糖高 就会改变精壮体与眼睛 视线模糊其实是二型糖尿病的早期警讯 别发现自己视线扭曲怪异就自动忽略 觉得一切都没事 尤其是出现这个症状时 发现还伴有其他征兆 就真的该去看看医生了 三、越来越明显的饥饿感 无来由 又不断增进的胃口 也是另一个怪异 却常见的糖尿病症状 胰岛素在肌肉 脂肪与其他组织中会有运作不太顺畅的状况 于是你的胰脏就会释放更多胰岛素 这样的高量胰岛素水平会刺激头脑 让你感到饥饿 当然 饥饿本身并不是值得令人担心的 但是一种渐进式的饥饿感 胎上不断下降的体重就是个警讯 四、窗户伤口难愈合 当你的身体在跟糖尿病对抗 窗或是伤口就会花比较久的时间愈合 高血糖会影响血流 造成神经损伤 身体的伤口就比较难愈合 五、疲劳感 如果你的身体分泌的胰岛素不足 或甚至完全分泌不出胰岛素 身体就会没有能量 也会让你感觉比以往还要累 六、脚部疼痛或麻痹感 这有可能只是血液循环不良 但严重时也有可能是糖尿病的信号 脚痛或麻痹都会从脚开始 接着这种感觉就会往上扩散 麻麻的感觉可能就是糖尿病造成的神经损伤 所体验到的感觉 七、尿频 如果四个月前 你半夜偶尔才会起床尿尿 但现在一个晚上就要起三次 那就是个警讯了 由于糖尿病会造成血糖升高 身体就会想要制造更多尿液 把糖分排掉 你也会比一般人还要频繁跑厕所 八、常常感到口渴 有了尿频症状 你也会越来越口渴 就会比较常跑厕所 尿得多 因此也会变得很口渴 喝得多 尿得也多 九、皮肤痒 除了皮肤肝痒 其他像是脖子或腋下皮肤颜色变身 也可能是糖尿病的象征 血糖指数不正常 尿频造成的脱水状态都会让皮肤肝痒 十、念珠菌感染情形 平常我们所知道的念珠菌感染都是女生才有的 只要患有糖尿病 男女生都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感染情形 念珠菌会靠葡萄糖生存 所以如果葡萄糖很多的话 念珠菌就会生长过多 在温暖、潮湿的皮肤上造成感染情形 虽然念珠菌感染最常出现于生殖器 但其实它也会在胸部底下或手指、脚趾之间出现 直系亲属中有糖尿病患者 当父母或同胞兄弟姐妹有一位有糖尿病患者时 其患病风险是一般人群的三倍 如果父母均为二型糖尿病患者时 其患病风险可达一般人群的六倍 年龄四十加岁人群 人过中年 胰岛素受体也会开始老化 容易发生胰岛素抵抗 数据显示 年龄每增加十岁 糖尿病的患病率增加68% 饮食习惯不大 主食比菜吃得多 以白米饭、馒头、面包等精细面食为主 从不吃杂粮 做菜重油重盐 偏好甜食、饮料等 女性怀孕时有妊娠糖尿病史 或者有巨大儿 大于等于4000克生产食者 这类人群有潜在风险患上糖尿病 应定期去医院检查 超重、肥胖或腰上坠肉很多 体重指数BMI大于等于24000克 M2属于超重 BMI大于等于28000克 M2属于肥胖 腰围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 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的人群 都需要注意预防糖尿病 这类肥胖者一般胰岛素受体不敏感 一线负担重 另外 如果你体重并未超重 但四肢肉比较松软 看起来也比同样体重的人显得胖的话 同样也需要注意预防 除上述症状之外 其他疾病如高血压、高血脂等 都有引发糖尿病的风险 大家一定要注意警惕 糖尿病除了具有一定的遗传性 大多还是由不良的生活饮食习惯引起的 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是预防糖尿病和其他疾病最为有效的良药 感谢观看